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比赛可不简单 它汇集了全国最棒的小球员们 分成U8 U9 U10 U11 U12 五个男人组 每个组别都有四个小组 每组四只队伍 他们要经过小组赛 排位赛 最后中度冠军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 今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季 举办这个比赛 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孩子们提供 周末的赛事和身边的赛事 所以我们就会同中国足球 会同中国足球基金会 共同推起了中国城市的少儿足球联赛 那么依托城市每年打18轮 让孩子们真正有所收获 有所成长 看那边小球员们都穿着帅气的队服 看起来就像真正的职业球员一样 家长们 教练们也都来计阵 整个场地充满了欢呼声和加油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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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组的小组赛正式开始了 青岛追踪少年 足球运动俱乐部和南洋市建业小学队 在西藏中学公园的 人工巧屁上较量 他们之间的对抗非常激烈 比赛还在继续 牛十组的季军争夺战已经拉开尾目 一脚射门 球进了 除了比赛还有技术测评呢 这可是考验小球员们技术技能的关键时刻 最后一天还有最佳阵容表演赛 那可是最棒的球员们组成的队伍 哇哦 太棒了 所有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冠军也已经产生了 18组的冠军是重庆队 19组的冠军也是重庆队 19组的冠军是青岛队 19组的冠军是青岛队 19组的冠军是上海队 19组的冠军是上海队 19组的冠军是长沙队 小伙老驴 我们是冠军 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赛有一小个遗憾 就是没有拿这家射手 差一个球 感谢我们的教练的信任和家长的支持 我们是重庆贯到足球俱乐部的 我们是悠久打比赛的 我们得了冠军 很高兴 未来我们希望每一场比赛都赢 都得到冠军 我觉得我们一个团体才是最好的榜样 因为没有其他队员 光看自己一个人是不能赢得比赛的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小记者苏欣熙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报道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小球员们 他们长大一定会成为真正的足球明星 上门 上门 快把他后面 注意后面 好 插 高伯 找机会下门 快 高伯 叶昂 快 叶昂 快 加油 快点 高伯 往回跑 加油 可以吗 我们这个球队是来自于福建福州 福建福州是金港湾实验学校 然后也是传统的足球特色校 我带这个队伍我们差不多组队一年多 一年多通过选拔包括训练 我们是在福州取得了16场不败 然后拿到这次的基金会杯冠军的这个名德 来到成都来参加这样的比赛 运达 回乘 回来回来 是看到这一样有碰到 那对位置还没在 没有床吗 没有床 你要是大笔 还要是长笔 还有扯 这样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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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成瑞伐笑了 出现三个失误 球队还能提吗 队长 能不能 来 等会怎么办 怎么办 注意力要不要提高了 我们10号的队长 成瑞伐 队长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责任 他也在积极努力去适应这个角色 你要帮助教练去完成这个 管理球队的一个使命感 还要做好自己以身作则的责任感 成瑞伐 放人要进去 后点呢 人呢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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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对手实力相当强劲 也是遗憾没能进球或者是胜利 当然我们还是想希望孩子们再接再厉一下 在接下来的训练营当中多去体验 多去交流 跟各个强队去学习跟进步 这是我们的期许 对啦 老师看到你们有各种动作非常好 今天我们又新增了这个培训的内容 由我们这一次来的一些培训的专家 这些都是中国教练员讲师 也都是我们中国比较顶尖的一些优秀的清训教练 来给这些孩子上一堂足球的训练课 所以在比赛之余也帮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发现不足 提升自己 从热身开始我们就进行一些控球的游戏 结合一些叫号练习 那么在技能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个冲过火力网的游戏 让孩子去更了解一对一的一些基本的技能跟技巧 并在一对一当中进行对抗 那么最后一个练习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五对五的小型的一个对抗比赛 通过一系列的这些游戏内容 让孩子随着他兴趣的不断高涨 他的练习的要求 练习的难度也不断提升 1比0 好 谁有问题 好 你说 怎么做更好的无球保卫 这个问题很好 刚才我们一对一就是一个人拿球过一个 对不对 当二对二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叫无球队员 他怎么跑位更好 好 你说 你说 交叉跑位 很好 两个人可以交叉换位 这样把对方两个人的后卫 他的保护干嘛 给打乱掉了 非常好的答案 你说 超强配合 喔 超强配合 可不可以 通过你的跑拉开角度 跟我们的有球队员做一个强势配合 所以踢球不仅让我们把基本功练好 把技术练好 把对抗练好 还要多什么 多思考 只有会思考的队员 才是以后进步更快的队员 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当中 我发现金港湾队的10号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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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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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要有意 我们一直说了 左右的结印 还有前后的结印 这边在带枝 一定路在带球 做一个前叉 去找机会 西班一定 好 走 来 众位老师音 出来 再来 手上了 后面落了 防守 把握一下 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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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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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争取在这届冠军营里面 进一球或者拿一分或者胜一场 目前是完成了一个赛情的目标 其实我们也有跟孩子讲说书球没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过来就学技术嘛 然后踢得也很开心 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你们开放了 你们开放了 我们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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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来参赛的队员的话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喜爱足球的 我们作为家长助威团 就是在小朋友在场上拼搏的时候 我们也要展现出我们的乐情 那这次出来的话 我觉得很宝贵 所以我跟孩子们说 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 大家最重要一点 就是每场比赛以后 我们一定要学会总结 我希望孩子们大胆去发言 主动去思考 来想一下自己有不足的 或者需要改进的 那有没有想过的时候 出现这些丢球是怎么造成的 那个脚打开了 打太开了 直接漏过去了 选位 还有指挥 还有守门的技巧 这三点 自己好好想一下 那伟小林有没有想解 为什么教练会说你踢得好 敢用身体 好 很好 第一 敢用身体 对抗成功拿到了球权 帮助我们拿到向前进门的机会 明年再来迎战基金汇杯 全国总决赛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大家就加油了 好 加油 加油 运动吧 笑脸 热日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好 这里是快乐体验 我是你们的陈姨姐姐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2024全国体校杯足球女子组的比赛 在这片绿莹场上 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有欢笑 也有泪水 有遗憾 也有成长 那么这些女族姑娘们 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他们首次参加全国赛事 他们长途跋涉 毕竟55个小时来到这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主力队员 因为无人替补 但他们是这片足球场上最快乐的人 刚才呢 我们在开幕式的时候 没有见到这个西藏代表队 那现在呢 我们在12号场地 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原来 本次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 只有11名主力队员 和一名替补守门员参赛 被安排在手组比赛的其他队伍 还可以让非主力队员参加开幕式 而西藏队的所有队员们 更需要提前热身和适应场地 扎西教练您好 能打扰您一下吗 刚才我们本来在这个开幕式 想对您做一个这个赛前的采访 但是我去了以后 你的队伍没有人 人不够 咱们一共带了多少人 只有12名队员 咱们今天因为要打第一场比赛 您现在的这个战术安排 心里有了吗 黄州为主吧 反正今天是第一场比赛 就是咱们其实组队时间 也不是很长我听说 对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 咱们在这个当地的时候 有没有参加过比赛 也没有 只是平常跟老师 就是教练一起跟他们练一下 第一次就来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其实对队员们来讲 也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对 在与西藏队教练的沟通中 这支队伍的队员 都是从西藏各地体校的不同体育项目中选拔而来的 首次参加全国规模的足球大赛 孩子们的兴奋与紧张交织在一起 稚嫩的小脸上 写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期待与惶恐 怎么样感觉 现在紧不紧张 挺紧张的 还没踢着就满头大汗了 对这儿的气候适应吗 刚来的时候不适应 但现在适应的差不多 你现在紧张吗 一点点 但是没有那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说比赛时候 就是心情放松一点 紧张的话 就会动作那些都会忘记的 都会变形是不是 对 那你们现在就是最好的预期 觉得第一场比赛 你们能打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心理想法是胜的 但是我们会比赛场上拼尽全力的 拼尽全力 好 争取拿下第一场比赛 来个开门红是不是 对 拼下来啊 后座位 还有没有 一开场就压下来啊 实际打出来啊 还有 好 明白 本胜 加油 闪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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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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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首场比赛哨声的响起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的姑娘们 被紧张的情绪笼罩 面对从未见过的对手 专业的裁判和炙热的天气 西藏队的队员们显得十分急躁 开场第十分钟 西藏队的十九号 所难错目 在乱战中打入了首例进球 孩子们的紧张情绪 瞬间被释放 可以看出 西藏队队员们的足球基本功 都不怎么扎实 但当收获第一个进球后 重拾自信的他们 全力地奔跑 积极地抢断 靠着这份镜头 他们居然用奔跑 大比分 赢了这场比赛 太棒了 首场便取得胜利的西藏队姑娘们 欢呼雀跃 此刻足球最初的快乐 在这帮姑娘们身上 展现得淋漓尽致 兴奋之余 队长还告诉了我一个 他们之间的小秘密 在小组比赛完成以后 弄小惊喜 小惊喜 我能参与你们的小惊喜吗 来 拉勾 孩子们的喜悦是热烈的 纯真的 但西藏队的扎西主教练 并没有被这份喜悦蒙蔽 但晚 扎西主教练和弹增领队 临时召开了一个赛后会议 就是我在场上拼得还可以 今天比赛场上 我感觉我耐力有点长 比赛场上 平时教练说的时候 没怎么在意 然后脚下动作我觉得有点慢 就比不过别人 但是我从体来说 我今天拼得还可以吧 在这场比赛中 刚开场的时候 也特别紧张 但是后面提着提着 自己身体放松了下来 然后提得挺好的 但是在传球方面不好 尤其是长传乱踢 然后后面还丢了球 自己挺愧疚的 就是刚上场的时候 就有点紧张 然后后面在队友的鼓励 和教练的鼓励一下 然后就慢慢地 那个精力就下来了 好多方面今天 就一点大家 拼抢场上 拼抢非常积极 这点不错 能跑 我说我们的优势 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的优势就是 能跑 能抢 能拼 今天这一点体现出来了 但是技术战术 和个人技术这一块 我们还得注意 接下来我们还得 继续努力去加油 老师也看到了 你们在第一场比赛里面 非常的拼抢 每个人都是 包括我们的教练 也是在场边喊得很厉害 然后每个队员 都在每个位置上面 都拼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 不要把这个比赛忘记了 已经过去了 明天开始有第二场比赛 然后不要想着 我们今天0比6赢了 然后明天我们肯定会赢 怎么怎么 以一个新的起点 再去面对第二场比赛 加油 现在是早上的9点25分 马上在五分钟之后 我们西藏自治区代表队 就要进行小组的 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 对他们来讲 是至关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获胜了 就可以直接出现 如果失利了 那么将要碰到的对手 就是这一小组当中 最强的江苏队 那么今天的战绩如何 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动脑筋思路过清晰一点 场上自己的每一个位置 都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懂了没有 进攻要上去 防守必须要回来 懂了没有 懂了 反正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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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场的获胜 让西藏队全队上下 士气高昂 队员们继续采取 积极拼抢的防守反击战术 积极的拼抢战术 带来的是迅速的体力流失 西藏队的高昂士气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此时 无人可替的尴尬局面 更加速了队员们的体力消耗 上半场12分钟 龙井市业余体育学校的姑娘们 率先攻破球门 更是给了西藏队沉重的遗击 2比0 3比0 4比0 从第一场巨大的喜悦 到现在巨大的失落 西藏队的队员们 第一次深切感受到 失败所带来的痛苦 如何面对失败 是这次比赛 为西藏队的姑娘们 上的第一课 我们有了成功 就会有失败 那今天 我们作为第一次参加 全国性的比赛 输了第一场球 现在心情怎么样 觉得还要再练 不会很沮丧 或者是 哎呀我们怎么 差距这么大呀 我们也不知道 对方练的纪念 应该比我们多 所以输了也没事 以后的比赛 我们还会更加的努力 没进球 也能自己表现出 自己的实力 不要 眼泪不能流出来 眼泪不能流 咱们还没到流泪的时候 小组赛进入第三轮 由于上一轮的失力 西藏队必须要拼 实力更强大的江苏队 才有晋级的可能 整个西藏队的气氛 就像这阴云密布的天气 为了鼓励一下孩子们 我们打算与他们同行 但当我早早到达的时候 西藏队的大部队 已经出发了 不下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要去热身 先热身 那走走走 其他人呢 其他人都去走 走了 那好 你是不是回来拿东西来了 那走走 昨天你们几点睡的 开完会就睡 昨天开会都说啥了 说了比赛 今天比赛的主要内容 和昨天那些总结 你觉得总结会对你有用吗 会有用 昨天睡得好不好 挺好的 在这边吃的习惯吗 吃的习惯 走走走 快点 从理论上说 西藏队只有打赢实力 强大的江苏队 才有稳稳出现的机会 赛场边 西藏队的孩子们 严肃又安静 扎西主教练 因为前两轮的操劳 导致腰伤复发 转而将临场指挥拳 交给了公爵助教 放手一搏的西藏队 又能否创造奇迹 一开场 江苏队就接管了比赛 实力强大的江苏队 仅仅在五分钟之后 攻破西藏队的球门 较大的能力差距 让西藏队的姑娘们 在场上手足无措 他们一次次地冲刺 奔跑 但收效甚微 大家没得罪了 守门员因为没能 多扑出几颗球 自责流泪 他们拼尽全力 仿佛在说 唯有对足球的执着与热爱 是我唯一能战胜你的东西 扎一教练现在这个受伤了 今天觉得这个比赛怎么样 孩子们锻炼的怎么样 挺好的 回去我们在这还留下来 再看几个比赛 还可以再多留几个比赛 对 那我们还有机会 专门给学校领导申请 学校领导有很支持 留下来看一下比赛 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 高水平足球队伍的技战术打法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 研究决定 让孩子们留下来观摩学习 当然 这也为我们准备的小惊喜 留出了时间 强吧 强吧 来 就强点了 之前说的 我不是参与你们的一个小计划吗 对咱们今天晚上做呗 可以 好不好 掌声缓缓响起 来吧 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扎西教练 好 腰好点没有 好点了 好点了 现在就是能做吗 还可以可以做 就是不能做时间太长是吧 对 今天为什么叫您来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在这个开赛之前 就咱们来 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和咱们队长 就有了一个约定 我们密谋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比赛整个结束的时候 要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 你猜一下是什么 不知道 你希望是什么 希望 希望礼物的 就是希望他们好好训练吧 能做到吗 能 这个礼物太简单了 要表达我们自己最真实的 最想要给你表达的东西 那你等一下呗 期待一下 来 来吧 感谢在一年里对我们付出的一切 没有教练 您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感谢教练您带我们带到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也认识到了足球的快乐 教练辛苦了 教练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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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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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哭 先不哭 然后呢 看您在这个场边 晒这么黑 和我对比更黑了 所以我们节目组呢 给您准备了一个遮阳帽 给您戴上 好 看看帅不帅啊 好 帅不帅 帅 帅 好 那现在呢 呃 这个 我觉得还不够惊喜 是不是 光感动了咱还不够惊喜 那您看看 仔细看一下这个花 有什么资口 让我拿着您仔细观察一下 你看看是花里面有啥 嗯 你猜是啥 这 教练里面是啥 应该是他们的心愿吧 心愿 你们早知道写心愿多好 他就能给你们实现了 是不是 要努力 哎呀 这样 呃 我给您一个一个的念 好吧 然后您呢 猜一猜是谁写的 感谢教练这么多年努力 虽然我有时不听话 教练您会给我教训 能教训出这么好的我们 这么多教训 你平时对谁教训的比较多 对 对 对不对 不对 错了 那是他 对了 对了 为什么现在才猜到 没想到 他会教训 为什么会没想到呢 挺上挺认真的 我一般说他的挺少的 感谢教练耐心 让我们训练 您少抽烟少喝啤酒 他 这个为啥一向就猜到了 我抽烟 每次抽烟把我演给长了 要我们把演给抢了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要关心我 还是 好 教练你表态能不能做到 可以可以可以 每一次的进步都离不开教练的耐心教导 与默默指导 深深的感谢您 教练在您的教导下收获了自信成长 一定不负众望 继续前行 自己吧 猜中了吗 猜中了 来 这个怎么也一下就猜中了 我看他们表情 教练只想诚挚地与您说一声 教练谢谢您 您辛苦 陪我过完初一 您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好教练 因为有你 我可以面对险路上所有的坎坷 你不光是我的教练 更是指引我前行路上的一展 灯灯 感谢教练辛苦的付出和教导 您对我的不放弃 细心教导我 栽培和厚爱 陪伴与鼓励 你所以为的幸运 只不过是另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谢谢教练 您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感谢您无私的负献与教导 免意吗 免意吗 这一年尤其是通过这两场比赛 大家进步挺大的 这是我最欣慰的 接下来的希望 能够更加努力训练 与这群质朴的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天 我看到了喜悦 看到了沮丧 也看到了流泪 看到了热爱 因为沮丧所以在乎 因为流泪所以热爱 拥有这份热爱 我相信他们的足球梦想才刚刚开始 就是做了一个该讯的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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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